咱们从周阳青开始吧 因为他们两个的这种状态 已经进入到是否可以 确认恋爱关系的深度聊天状态了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星期的周阳青和陈瑞峰 能够在恋爱的这条路上 往前稍稍地再跨一步 本周周阳青 陈瑞峰 这是峰泽第一次穿有颜色的衣服 嗯 挺好看 今天是我们俩在节目里面的 最后一个节目了 带他去夜营 因为他是北京人 他在北京应该玩的 吃得就很清楚了 我就想带他来外面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玩一些他没玩过的东西 我现在到你家门口了 然后你 这东西带好了 然后 然后慢慢地可以出来了 峰子 你到了 蓝色 你也穿的白T叫蓝色 好默契 对 萌萌穿的像个小卡通人物 你吃饭了吗 吃了一点 我要给你带我妈妈做土豆沙拉 那等会儿我们到了可以查 好 快 你睡饱了吗 嗯 差不多吧 睡得不是很踏实 我感觉你现在很累 我现在不是累 我现在是丧的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们要去郊游 你不开心吗 开心啊 那你为什么丧呢 我今天可开心了 有点乱了 为什么 哪里乱 不知道 这是想法吧 各种 有点乱了 为什么 我发现一到了抉择前 那个纯瑞峰就 紧张 思想上有包括 就患得患失的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些 如果说以后真的在一起的话 会出现了一些隐患和问题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比较丧 没必要 对 没必要 你俩人今天要出去玩 那女孩在那蹦蹦跳跳的人 我很丧啊 你说这样是不是会影响情绪 还没玩呢 我觉得 陈瑞峰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想的太多 所以你今天起来吃东西了吗 我吃了呀 我喝了个粥 我还给你带了 我妈妈做土豆沙了 就在这里面 就很好吃 我给你装了 因为我怕你没东西 就这么一小盒 但很好吃 但是我现在不方便吃 你喂我吗 可以 可以吧 不太好吧 为什么 我会害羞 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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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啊 好吃吗 不错 是吧 真挺好吃 因为它做的吧 那 味儿重 是有什么黑胡椒还是什么的 对 哇 你好厉害 因为我就尝着一个黑胡椒味 对 很香 那我就这样喂你吧 你看周扬青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一下子把刚才那个 东西很 一体压的那种情绪给拉起来 对 我觉得周扬青人有意识的 当我情绪开始波动 或者说我一些负面的一些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不被我影响得很厉害 然后同时来帮我调整 觉得它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好 从今天开始我要叫你兔豆沙了 我不叫你萌萌 这叫为什么萌萌 为什么 太多人叫你萌萌 你想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是吗 对 我想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称呼你的方式 萌萌也叫了周扬也叫了 我估计他会叫他羊羊 他轻轻 这好漂亮 都是房车 蒲公英 这个是可以许愿的 蒲公英可以许愿吗 对 我希望土豆沙拉永远都特别特别的美 虽然它现在已经够美了 谢谢 你干嘛 他会以后你都会 我说你妈妈坐的土豆沙拉 坐得很美 还可以骑自行车 可以 在这骑自行车 我觉得挺嗨的 这是我们要住的房车吗 对 那边还有一个 你选一个呗 好漂亮 算了 你要不要进来看一看 我为什么不进来 对 我好像有点病 你真的是有什么大病 你 有开始 你是白痴吗 我是神经病 那我要这个房间 因为它的床单是我的颜色 好 走吧我们去骑自行车 然后去看越野车 好 走吧 走 你的上车不够潇洒 看 那是猫猫的方法 这叫老头上车法 懂吗 看我的大长腿 确实是大长腿 快点 陈日峰 这太爽了 那是越野车 那个是越野车 我好像感觉好像坐过车 这条安全带 安全带怎么系 我来 我看 我们玩游戏吧 玩什么 你把手给我 不是这样我 你怎么十指交叉 那只手给我 你说了 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按着手的吗 你再碰一下 你敲我 就是它有一种 A 它会把你的头就整个 你碰我 碰头虾 好甜 我们可以开车吗 好 好 你抓好 前面开始 你在哪里 好像跟风子在开越野车 这是风子第一次开越野车 出发 添麻烦 它坡了 这么草 哇 给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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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油 手机拿好了 我拿好了 没事 空气感觉真的不一样 空气好 对 真的就是不一样 风气好好 我都想去玩 看着好开心 很解压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往回拆了吗 对 我觉得好好玩 上上下下的 一开始还担心翻车 后来发现风子开越野车 好像比开普通车要好 又发现了风子一个优点 哇 这么抖 这我真猜不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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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可能会翻车 天哪 为什么有衣不一定会翻车 你不会吐吧 你慢慢开 你是不是吓着了 我觉得好好玩 这玩意 搞不好真会翻车 对啊 所以你要小心点 对 很危险的 如果我翻了你明天还来吗 如果我翻了你明天还来吗 我来不在不取决于你翻不翻车 你每一次抉择日之前都会套我的话 对啊 都要套一下我明天会不会来 对啊 我说翻了你明天还来吗 你说你翻了我明天就不来 哦 原来不翻你明天就来 冯子他用这种 好像清描淡写的打探一下 他从上个阶段开始就可爱试探了 就是我感觉这男孩还是不自信 他对自己不自信 所以他老想试探一下看能不能选择他 对对 他这里面应当有两种因素 一种的怕自己失去睁眼 是吧 我要搞清楚你到底选不选我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他对萌萌非常的在乎 他在乎他才会去试探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他是因为首先他真的动心了 他真的是想要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你知道他在前面讲 他的工作就叫被选择 不断地在等待被选择 在这样的长时间 他常常形成一种我是在被选择的时候 每当他遇到不管是感情还是重要的 大家看起来事业的机会 只要被选择的时候他都会很紧张 他就会去试探你 他想提前知道你会怎么样 他有一个心理的预备你知道 是 没错 我今天可开心了 走 来 到了 走吧 我们可以吃饭了 陈云峰 你要烧烤 走 这是什么 花椒油 花椒油是吧 这有那个 孜然粉还有辣椒粉 你要辣椒粉吗 稍微死他一点 我觉得可以了 但是下面的 你吃上面的吧 我不吃 你吃即吃 不行 你也要吃 我不爱吃即吃 你不爱吃即吃 对 那你其实不爱吃的也挺多的 你比我还挑 没有 就是我可以吃 但是让你吃 你懂吗 我们又不缺即吃 我这儿有 我知道 但我现在不想吃 我想烤 我想把它烤好 都烤好 你不饿吗 我不饿 你即吃好好吃 是吗 鞠峰好好吃 蘸这个烧烤酱 蘸这个 好 这个阶段是在我们俩在节目里面的最后一个阶段 感觉就是还有好多东西想问 想了解 所以又开始乱了起来 陈瑞峰又陷入到那个选择前的那个纠结状态里面了 对 他克制不出自己的那种惆怅 性格不一样 他就是爱想事的 我是在那儿想 我俩到底是 我到底是喜欢你的哪一点 我想半天没想明白 因为我刚开始是觉得我喜欢你真实的性格 喜欢你的那些 你的外貌形象就还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加分项 并不是 真正喜欢的一个原因 对 决定性 那决定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 这是感觉吧 我不知道他在乱什么 对 吃不出他的精神 那你以前比如说 你跟女生有感觉 或者是你谈恋爱什么的 你会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点是喜欢他的点吗 不会 就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对不对 你就是喜欢的对吧 对 那为什么轮到我 你要这么认真的去想为什么呢 我同意周阳青说这句话 反问得很好 喜欢没有标准答案 对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要想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想很多 我突然觉得今天晚上我看不懂他在干嘛了 他在干嘛了 封了之前不是 就是他好像没有这么宁吧 张老师意思就是恨铁不成钢 他没有勇敢地宣爱 对 你这会纠结什么呀 就剩最后一句耍开心了再说呀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可能不太 就是可能懂得这个道理他做不到 就是要享受当下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比如说爱情 它最后到底会怎么样 珍惜当下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珍惜了每一个当下才有明天 你没有珍惜当下就没有明天 每天都快乐一点 好吗 朋友 每天也让对方快乐一点 像当初那样快乐 对 每天都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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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到最后就会有好结果 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 对 来 因为你是这样的呀 你跟我说什么要三个月 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之内也不行 然后要什么 反正就条条框框很多了 什么性格磨合什么之类的 一大堆的 大概就是跟他说过 我觉得如果我在谈恋爱的话 需要至少了解一个人 三个月以上 然后再在一起 我也没有说三个月不行 我只是觉得上一段时间太短了 然后了解不够深的时候在一起 会可能分开然后伤害到彼此 所以可能下一次要足够的了解 而不是一开始就是 你懂吧 所以我就 我觉得应该用一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 条条框框来稳固 稳固什么 稳固跟我的 感情啊 不是感情吧 就是稳固这种 关系的变动 那没准你三个月之后 你还不喜欢我了呢 我就想说这个 对啊 那不就挺正常的吗 那不挺好的吗 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我就非得要 跟在那里跟个什么三个月 才能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那不是我活该吗 不是活不活该的事 那就是缘分没到呗 有的时候缘分吧 是讲究缘分 那个时候是在人为 她是在纠结 哎 头疼 算了吧 等会再说 确实是纠结 因为周扬青第一段感情 她不就是一个多月吗 对 然后那个就是挺受伤害的 对 她不想就是进 马上就是进入到恋爱状态 可以理解 她这个也是兴起自然嘛 在那写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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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彼此的问题吧 我要问啥 没有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 我得想一想 肯定还是有的 想是能想出来的 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不用硬问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想一想 万一真的有 但是一时半会儿没想到呢 我去上厕所 我在里面写 你在外面写 我去上厕所 我在里面写 我去上厕所 在哪里的 给你 我去下一次 我去上厕所 那我发表 对 今天 我去上厕所 支持 你 是不是 我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敏感的 甜蜜的惆怅 而且你最后要利用这点时间说 把之前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怎么可能吗 对 写完了吗 写完了 你写几个问题 六七个吧 而且这些问题怎么说呢 也就是不全面 就到时候可能问着问着聊着聊着 还会有心的 那你就继续问呗 对 来吧 等一下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感情退缩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有点伤人的问题 所以通过纸点写出来了 这个话也是因为我今天 今天才想问的 我已经有点 就是已经有点感觉不到你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你表达的东西就是 好像对我们现在的感情有一些疑惑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疑惑 对 就是我想说什么说不出来 有些质疑 但是又不知道这个质疑是什么 对 就是不够具体清晰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肯定有哪儿 不太对 所以你有吗 你就回答有或者没有 对对对 是有一点的 是有一点的 因为我当时一团乱麻 又搞得我有点累 但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喜欢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其实根本不想那么多 所以我说你那个什么三个月 就让我很吓头 就感觉好像把这个爱一定要画个期限 跟做任务一样 三个月做到了 过关了 然后在一起 就比如说你说密室 我陪你玩恐怖密室 你说疯子第一关过了 我都在想 这怎么谈恋爱还要过关呀 这会儿我觉得就是 我们俩爱情关的不一样 就觉得你可能要把控这个时间 把控这个各种性格呀 你要看很多考虑很多 但我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那些都不堪的 我觉得陈瑞峰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太怕失去 他真的是很喜欢某某 他真的很怕失去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我知道你为什么 今天这么拧巴了 他可能觉得 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那你对我有好感 你就是要跟我在一起 脑子一热 在一起的可能就 嗯 就是也会结束得很快 我曾经有在心里面 真的安安跟自己说 庄青 你下一次 你一定要去确定了 你们两个人 没有本质上的问题 然后再在一起 会是对双方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负责人吧 我觉得 疯子在这个情况下 他应该怎么说呢 要了解这个女生 他说这个话 你要知道他上次 他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不够了解对方 太快了 结果又谈恋爱不到一个月 又结束了 说对方说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你了 那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就说爱情原来这么易变吗 而且多少是有伤害的 对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去理解的 但是他没有理解 对 两个人的关注点和爱情观 其实在这儿能看出 是有不一样的 疯子是怕错过 那萌萌在意的重点 叫做怕错失 当下特别轰轰烈烈 砸在一起 不想任何后果 在一起以后 来得快去得也快 过两天又不在一起了 两个人都没错 只是每个人的爱情观不同 其实我认为 周扬青这个三个月 也不是一个准确的 时间状态的描述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 大家要足够了解 但是要给足够了解 留出足够长的时间 这是对的 对 而且确立关系 是一个重大决策 是的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是造成两方的伤害 对彼此都不负责任 他以为萌萌是在 要考验他三个月 就是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过了 他这么理解了 他这么理解了 对 实际上我觉得 陈仁峰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你们家萌萌 对他是有恋爱的状态的 对 有 其实我们作为 他萌萌周围的伙伴 从他身上的一些改变 你能够感受到 他其实已经是 在这个状态里面了 就是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有这个状态 好吧 你撤我的吧 就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都今天 看不到你 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而且我问了半天 我越问越糊涂 越问越迷茫 你说是不是 就是咱们刚才说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 今天 太直接 有的时候能感知到 别人的感受吗 对 他现在问出来的问题 特别像刘尤特 问出来的问题 哈哈哈 就是心是也挺 也非常细腻的 对 有点像刘尤特 感觉 我有没有感知到 你情绪的时候吗 有 比如 但是说 这种小事就说的话 就很急 其实我可以说 但是就是 你说吧 我真的跟你发生不一样 比如说 我的注意力 基本都在你身上 但你的注意力 可能在很多东西身上 很多东西是指 比如说 我去找你 可能我就只是想见你 或者说就是说 只是想跟你一对一的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你懂吗 但是老有其他人在 就比如说那个猫猫那个 我们去看个电影 直到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猫猫睡着了 然后我们才聊点自己的东西 猫猫其实三十末 同事 那两个人更像姐妹 是人啊 对 我以为他真的带只猫 看电影要把猫哄睡着 凤子提到的那个猫猫 他其实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助理 那我都说了 我的生活和工作 是揉在一起的 我即使在谈恋爱 在约会 我可能都还是需要 有很多工作 所以可能我就是没有意识到 就是我还没有 做好一个完全的准备和转变 就是我要以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去谈恋爱 这块也为难他了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的工作 突发状况 必须要找到人 如果他跟疯子看电影 那我找不到人 这个事情就没法继续推进 有的时候是晚上 所以我们这时候的方式 就是打电话给猫猫 赶紧找到这找到 猫猫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我就感觉哪儿不对 我就感觉不太舒服 嗯 就是之前没感觉到 猫猫中将成为 我最后爱情道路上的 最大阻碍 哈哈哈哈 那这真的应该是我的问题 就是可能男生们都是 但是还是想要跟我单独相处 啊 对 又是又说一个特别小的事 可以举个脸 今天其实我们俩骑车 回去的时候我想 在爱你 嗯 然后你说你自己想骑 难道你不知道我想在爱你吗 我就没在到 我在你 你认真 那我这样怎么办 我认真的我在你 我们先骑一段好吧 我想要骑车 行 快点啊 陈日风 哦 对 还有比如就这种 就比如说我那天 我说我牙疼 嗯 对不对 嗯 哈哈 然后你就跟没看到一样 你跟爱那跟我聊你的东西 我头有点大 啊 有点大条 哈哈哈哈 他的关注点院不一样 你发现没有 就在某某特别大条的事上 然后风则就比较敏感 然后我又说 我要牙疼疼死了 就是牙龈还是牙虫 然后我就没回你了 因为我再疼的不行 我吃了只疼烟 然后我就睡着了 就跟你说 我是直男思维嘛 所以我就说 就是如果要是 你会觉得不舒服啊 然后你就直接跟我讲就好了 我就改 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改太多 这个改是 我觉得合理的 而且我不会觉得给我造成困扰的 嗯 所以你就要直接讲 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 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只善于举那个细节的那个事儿 但是不善于把这个 说成是 我懂我懂 别人的想法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他今天能够直接讲得很好 让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之间的问题 这些问题 你说出来就觉得很小题大做 但是你要不说吧 感觉情绪会累积 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如果要成为情侣之前 这些东西还是要去处理好 和整理好的这些情绪和问题 这两个人的性格啊 这个男孩像刘特 那个萌萌像孟子艺 他俩有点像 但是人家俩会处理这些问题 马上就解决 有问题马上就提出来解决 这点很好 来吧 你抽我的吧 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有意思 你真的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吗 如果有一天 外面人都评价我们的关系 你会放弃吗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说的 而且我觉得不会说 你配不上我 很多人说我配不上你 我就是两方面 肯定有说我配不上你 有说你配不上我 都有 或者不是配不上配不上 就说你俩就不合适 你会不会受影响 我俩为啥不合适 就可能别人觉得 就是你俩不合适 哪不合适 我觉得合适就行了 他又不是我 他又不会跟你朝夕相处 对 我就是想要知道 我就是想要听你这句话 对啊 这会儿陈瑞峰的那个 智商情商回归了 他的每一个回答都很直接 很具体 多好 对 最开心的一段回应是什么 对 你好好想一想 最开心可以有好几个吗 它是慢慢是不同层次 真的吗 那你来说一下 第一个层次的 当然就是说 你在我问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你说了过后 比较重合 这就很开心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 看得出来对你还挺重要的 如果我不是 你喜欢的类型的话 可能就会 对 这是我说的 很费劲 恋爱的第一层次 对 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 在车里面你说 那个我有工作 本来要在重庆 要马上录完就回去的 然后就马上说 我可以晚一天回去 就是我为你在重庆多留两天 对 很开心 就当然想 哇 这个女生 天哪 嗯 我都没说什么呢 她都能这样做 嗯 因为我想要看私下的你 我想私下给你接触 了解 还有就是今天也挺高兴 开心吗 我以为今天是你最不开心的一天 我不开心不是因为你 不开心是因为 我刚才解释了那些原因 你知道的 其实总结来讲就是 我有时候在意不到你的感受 嗯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 就是可能我经常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单独约会的时间和机会 但是这个 这个很容易改 我可以改 今天晚上相处的还挺开心的 今天问的问题更加的深入 其实可以说是在重庆这个阶段过后总结出来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想要问的东西 但是我想这一次尽可能的把这些处理得更好 这样的话也许在一起过后就会少很多的问题 最后他们这次聊天提的这个问题都挺好 最后他们这次聊天提的这个问题都挺好 哪些事情应该关注细节 可是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时间和一些共同的经历去打磨的 陈瑞峰不要纠结 他只要不纠结 就是个智商和情商都在线的 他只要一纠结 立刻陷入到 假线的 爱情就会这样 当你爱了一个人之后 你就会乱掉 你就会变傻 你智商情商都突然下降 现在好了 陈瑞峰现在的状态回来了 挺好的 谢谢 陈瑞峰你好 周阳青你好 今天是你们本季约会的最后一天 明天你们将进行本季的最终抉择 如果你们选择与对方成为情侣 请于明日两点前前往草坪帐篷营地 成为情侣 我天呐 你们我从来没看过你们节目 你们最后节目是这样的吗 就是最后就是选择直接成不成为情侣了 这是惊呆了 惊呆了 因为我以为就是我们两个人 要不要再继续了解下去 因为这个人我是愿意去继续了解的 因为他的整个人还是很好的 但是他还没有好的让我觉得 我现在就要跟他成为情侣 所以如果你们把这个情侣花得这么死 如果万一他去了我没去 可能之后 连朋友都走不了 所以相处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对 不可能现在跟他成为情侣 但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跟他的这个感情 如果今天没有晚上的那些问题的话 我可能会退缩 真的 今天晚上在烧烤后 包括后面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交流了 我就觉得 让我更加清晰了 我的抉择 他把他那个心结打开了 对 这个抉择有点重 这个抉择有点重 这是这个节目四季以来的 不变的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 你们要不要认定自己 愿意公开成为情侣 所以对于每一个 参加这个节目的女儿来说 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但是比如说两人相处不错 但你这会儿忽然问他们 要不要成为情侣 但也没到那份上 那现在就是人家马上不想决定 然后 那就不要去 就不去了 那就不要去 就是不成为情侣就别来 那就是不想在一起交往 你看把你们急的 你看人大哥急吗 我只是觉得庆幸 幸亏不是我 下一期 因为好像就对着全国人民 在告诉大家 我拒绝了他 相当于是这样 那要是选择了 就告诉全国人民 我恋爱了 对 对 这天哪 这好难 这个真难选择 应该两个人都会去 陈瑞峰肯定去 因为他都说了 他通过那个 就是那天晚上谈话 他有了决定了 就是去 陈瑞峰肯定去 陈瑞峰我觉得肯定会去 陈瑞峰肯定会去 所以在陈瑞峰去不去的 这个问题上 我们好像没有分歧 意见统一 意见统一 周杨青呢 一半一半吧 我都能够感受到 这一晚上周杨青 他有多纠结 让他做这个选择 其实挺痛苦的 不管是谁不去 另外一个人去 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可是你这个时间 就要决定这样一个关系 太仓促了 其实我在看他们有很多地方 其实蛮合适的 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沟通 是非常有效的 对 那些纠结啊 那些拧巴啊 我觉得是每对恋人的 初期都会有的 所以我就是 心里就觉得 我特别希望他能够找到一段 特别靠谱的 然后彼此相爱的 这样的一个感情 希望他们还是能够 能够迎来更好的一个发展吧 对 要水到渠成 周杨青到底会不会去 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 如果两个人都去了 就意味着两个人公开了 他们进入恋爱关系 所以无论对于女儿 还是他们相处的 这位男嘉宾来说 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抉择 来最后一组 给我们出了 很大难题的 周杨青的这一组 上一周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心动 也看到了两个人 越心动越谨慎 虽然彼此都有感觉 但是周杨青呢 提出来说需要一段时间 他给他具象为三个月 这是两个人 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事可不能草率决定 那么周杨青和陈瑞峰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来 周杨青 周杨青 你好 今天是你们本季约会的最后一天 明天你们将进行本季的最终抉择 如果你们选择以对方成为情侣 请于明日两点前前往草坪帐篷银地 如果你们不选择以对方成为情侣 请于明日十四点前乘车自行离开 成为情侣 我的天哪 这是惊呆了 不可能现在跟他成为情侣 但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跟他的感情 如果今天没有晚上的那些问题的话 我可能会退缩 真的 但是今天晚上在烧烤后 包括后面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明白了 我就觉得我的抉择更加清晰了 如果万一他去了我没去 可能之后连朋友都走不了 这个问题并不是 周阳青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凡是参加了这个节目 都必须面对这个选择 其实挺难的这个 好难啊 你现在究竟的点是什么 我对这个人有好感 我跟他未来可能会在一起 但是至少不是现在 真的需要时间 他可能不是三个月 可能是还要一个月 可能是更久 但至少 就反正不是现在 而且我怕如果他去了我没去 他就可能不想要再跟我联系了 他也怕因为这个事情错失了疯子 明天能不能改这个题目 你今天晚上先好好休息 我们今天回去也商量一下 我明天再跟你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行 那你去吧 因为我谈恋爱真的是挺谨慎的 我不是这种随便遇到一个人觉得 这个人挺好的跟他在一起吧 我不是这种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还是要给一个时间 给双方彼此了解 然后再在一起 会是对双方比较好的一个负责人吧 很谨慎 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周杨青她对感情的这种谨慎是非常对的 是一种对感情负责任的态度 是的 对 也是为对方负责任的 没错 我觉得她的这种谨慎我是很认同的 我认为大家都理解 而且尤其对于萌萌来说 她在过去的感情中 不论她表现出来是多么地坚强乐观 但是还是留有伤害的 那在之后的选择中 一定会比之前更加地谨慎 对 当然 对 她这个谨慎 我就想说跟上一段恋情有很大关系 所以她必须得谨慎 请用说一个点赞 看看 我就想说 这些东西 说什么 这些东西 不客气 我就想说 《 virusesòn的媒体》 我说 我说 quarterback 你 knife 我拿过来 你从来 我拿过来 无什么 这些东西 做了 他会去 他不会去 他会去 他不会去 不给面子 他会去 他会去 所以你现在的决定是 去等他呀 去 不管他来不来 因为我说了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是想跟他成为情侣 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 对我而言我觉得喜欢就是 可以不想那么多 谈恋爱更多还是自由开心 喜欢去做 所以对我而言 不管他今天来不来怎么样都也好 反正我去 然后我表达完我的态度就行了 嗯 这个状态是对的 对很勇敢 思想包袱已经卸下来了 不像上周我们看到的那个 老在那块原地打转的那种状态 不再纠结了 就洒脱起来了就好 洒脱起来了就好 洒脱起来了就好 哎呀好担心疯子啊 他在乎他的 嗯 如果疯子不理我的怎么办 我们昨天商量了一下规则改不了 傻了 那我今天这样子是为了啥呢 我本来还没有一线希望 觉得你们可以 就是把规则改一下 让我们两个人继续了解 还能见到他 所以你起床是觉得就一定能去 就是做好会去的准备吧 但是我的趣事只是你们改掉题目 而不是我改变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太会改 我不配现在谈 绝对不 那我们准备一下 待会就回去了 嗯 好 回来了 回北厅 嗯 去做备材吧 嗯 他现在穿得很隆重 嗯 我本来以为 我们的规则是 可以继续接触下去 我在选了的时候 我觉得他最喜欢的风格的衣服 我觉得他会开心 结果就是我没有办法去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 更重要的是 足够的了解 然后接触 确定好这个人是 我想要在一起的那个人以后 再选择了在一起 这是对两个人 和对这份感情的负责人 这是一个态度 嗯 你觉得他不来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啊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上次说了呀 我们有一次玩真心话大冒险 他说 他不会 太快地和人在一起 最少也要三个月吧 真心话这么说 但我说 为什么我都觉得他不会来了 我还要在这等 因为 我自己就觉得 哪怕就是他真的肯定不会来了 我也要等 我不要留遗憾 1%我也要等 0.1%我也要等 他出现了 结果我走了 就很后悔呀 我会 万一我等着等着 就出现这1%了呢 等待是我的决定 是我的态度 但同时这里面也包含了 我对他的期待 虽然我觉得 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但也是我对他的期待 感动的 感动的 我觉得他是因为 首先他真的动心了 走心了 他真的是想要 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对 我们准备出发吧 你走吧 回背景 这答案很清晰了 咱们上周预测的差不多 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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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缺 还需要时间去模糊 这个是他恋爱里面的一个人 最后底线 他所坚持了自己的人最后底线 嗯 路过之地 这个地方 在那边 在那边吗 是那里吗 他去了吗 他去了吗 我不想要路过这个地方 我不想要路过这个地方 看到他在那边 我会很难过 你知道模糊反而觉得 如果他没有去的话 我会开心一点 我不想看 老师可以开快一点吗 但是 哎呀 萌萌如果不去的话 他其实 我能感觉到 他其实很怕伤害 公子 而且也 也 也会有一些舍不得 其实 谁看到一个人 在这块鼓鼓鼎鼎鼎鼎鼎 都会难受 都会不得了 我能感觉到 他真是有опрос 这个简直就是对我的折磨 我跟你说 每一个阶段 其实我跟他真的 约会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是来参加一个节目 就是我都觉得 我是真的来约会 来跟一个我有好感的男生一起出去玩 一直都是这样子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 你好 就是当时那个画面 他的样子 穿一身黑色的衣服 我的笑容都洋溢在脸上 脚站开一点 然后再到后面 一起打棒球 他还牵了我的手 看毛 你这就失去了看孔边的乐趣 对 我想穿黑色的衣服 我也是 我口不要重 我也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 三观 兴趣爱好 什么什么都很合的人 你把手给我 你再碰一下 我是喜欢他的 我是喜欢他的 我只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 就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下去觉得是 对 走吧 会背景 没有得地 dein招 上课了 15点 3点了 3点了跟我有啥关系 我打算今天等到天黑 我觉得他不会来 但是他有可能百分之零点几会出现 我就一直等 如果天黑了 就阳青知道他还在等的话 应该会非常戳准他 太虐心了这看电影 我把这个鼓起来了 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更多的想要了解和慎重 所以对于他今天不会来 我有自己的心理预期 我肯定还是会失落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答案了 对他知道 我觉得松子应该去理解他 理解他对感情这一份慎重 就是他最后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也能理解他 最后说对他吧 也是 最重要的 我特别特别的 感谢我能够拥有这种状态 我希望 他能够一直开心 真的是 因为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觉得能够遇见他 真的是我的心 不管后面最后是怎么样吧 我也会继续跟他去了解 他们最后做的这个决定是冷静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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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从那种方法 但是他确实一个态力 而郑阳青反复说了一个信息 确定情侣关系 是需要更长时间更审慎的 他俩是这样 疯子和萌萌对于在一起的 一个前提条件其实是有不同的 疯子认为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有喜欢 就足够在一起 但萌萌他可能认为 喜欢也是弥足珍贵的 但是合适 也同样重要 那两个人在一起的前提条件 应该是喜欢加合适 那这个合适是需要时间和精力 去证明的 他认为这个苹果 它也很青涩 还没有成熟 现在把它摘下来以后 它肯定不甜 恋爱这个事情是个感性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理性的 哥你刚才说的一句话特重要 恋爱是感性的 但是即便是在恋爱过程当中 做出重大决定 也是需要理性的 对 任何一个人在冲昏头脑的情况下 做决定 可能那个决定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所以他知道 这个爱情也是一把相忍剑 有可能弄不好 捂不好伤害自己 再捂不好伤害别人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简直的态度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我们跳出来看 他们两个是心中 是双方都有彼此的 在节目上因为不能改规则 他们两个将来肯定还会联系 对 我也是这么想 他俩因为都互相有爱 他肯定会联系 对 包括最后两个人都是不留遗憾 但是一段恋爱开始的时候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因素 这些因素 比如时机 相遇的时候 每个人不同的状态 所以期待未来的某一天 也能收到周扬青和陈瑞峰的好消息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心地 来对待自己曾经爱过的 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瞬间 让我们欢迎周扬青 欢迎周扬青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是一个人来 我看好像是 不是一个人 好惊喜 惊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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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风子 我今天带了风子 来 我来给你整个全部都 因为老师们都没见过 这些爱 我刚才还跟你共情了 我以为没来呢 紫义 紫义 你好 然后Alex你不用 对 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你好哥 不用介绍 风子 老凡 唱你的歌 你好 我这个不能算唱吧 挺好 来 底下的爸爸 叔叔好 你看 你好 疯子你这么高 真的好高 一米 对 邵刚老师 老师好 朵姐 我先跟你抱一下 先抱一下你 你好 你好 我们都是学舞之人 对 我看朵姐的你的那个 刚刚有人说我要跟朵姐学跳舞 来 坐 各自找地儿 对 找地儿坐下 来 坐中间吧 所以我就说嘛 周阳青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就说就是冷静的 而且节目的选择 不等于接下来在生活当中的选择 所以周阳青现在什么情况 给大家说一下 你们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今天还会带她来这边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是因为当下最后的抉择 是一定要选择第二天跟她在一起 然后才能去 如果要是选择不跟她在一起 你们就你就必须要离开 嗯 但是我当下我是知道就是 我第二天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对 这些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对 可是后来呢 我走了一半以后 我觉得我不想要她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一直等着 所以你回去了 对 我又回去了 就是我要告诉她 我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 就是我 虽然今天可能选择没有来 但我只是选择 不在这一天跟你在一起 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欢你 以及我觉得否定我们之后 有可能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还是选择就是 今天我来告诉你 我们在私下 可能有机会去继续慢慢相处啊 然后去看看彼此合不合适这样子 哦 那有一段时间了 到现在怎么样 今天带过来了 你是个讨八卦啊你 哎 带过来就是有有希望 没有 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已经认识两个月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八月初认识的 你的意思是离三个月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哈哈哈 时间不用卡的这么死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就是 彼此了解跟相对 对 所以咱们这样 咱们不用 逼问周扬青和那个陈瑞峰现在什么状态 好 来 该你周扬青 好吧 大家好 我是周扬青 然后在我右边的这位他叫陈瑞峰 他是我 呃 认识两个月的一个男生 我们现在就是彼此 互相在一个接触磨合的一个阶段 哎 不满意吗 哈哈哈 哎 满不满意要问他满不满意 那你听陈瑞峰介绍好不好 我是你的那个什么来着 我是你的剧本杀引导者 对吧 我在那里玩剧本杀 对 我是你的形体教练 是 嗯 然后你是我的 哈哈哈 我是你的什么 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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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说你就是你是我的 啊 啊 哦 就是你是他的 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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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说你是我的星星 哦 你是我的星星 哈哈哈哈哈哈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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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那个真的是女儿们都来了 男朋友或者是正在交往中的男性朋友也都来了 有很多网友的提问 大家很多问题想要问 我都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好不好 所以 来提问吧 来 你们对对方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呢 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 你先来我先来 我都行 看你 第一眼印象就是 第一眼印象是蛮帅的 然后好高 这是一个浅显的 然后接触以后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接触的时候是比较收着的 所以当时我以为这个男生是比较高冷的 但是接触之后我发现其实高冷只是一个外壳 然后他内心是一个非常中二的一个男孩 就是很有趣 有时候傻傻的 就是跟第一眼的印象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眼见你就是美 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你气场真的很强 就是也不太敢跟你说话 就觉得可能 不太敢接近你 第一印象 对 第一印象 气场太强了 后来呢 后来接近多了 他真的特别可爱 就是很小女生 然后不是那么的有距离感 是一个特别特别会照顾到别人的人 所以后来我也就放松了 然后就是感觉 我们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频道的人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同趣的东西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好 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 但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我是更感兴趣的 就说在重庆民宿的时候 你们曾经唱过歌 对 对 然后周阳青就一直在夸 说唱得真好听 陈瑞峰唱得真好听 陈瑞峰唱得真好听 使得陈瑞峰唱了更多的歌 嗯 大家的问题是 请问周阳青 你是真心觉得陈瑞峰唱得好吗 不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这个人虽然爱夸人 但是我绝对不夸虚伪的话 我能夸出来一定是当下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当下他唱出来歌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好听 一直到我这星期看那个 对看那个预告 我听到了他当时唱歌的那个声音 我想说我的天哪 我当时是被蒙蔽了双耳吗 就是怎么会觉得他唱歌是好听的 确实是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很可爱 你知道我听过太多的唱歌好的人了 但是唱成这样还那么开心的人 我很少见你知道 关键是唱成这样 然后我还这么用心去 互有好感的人在一起 根本不在乎唱得好听不好听 下一个问题 你们在北京私下见面的频率结束以后 在北京私下见面的频率是什么样 真的是 天天见面又怎么样 对不对 倒也没有天天见 但是就是有时间就会见 那个猫猫每次都在吗 有一次真不在 那是因为我提了 他自己也那么不懂事吗 不是不懂事 我觉得就这样猫猫很好啊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 可能 挺好的 不是 猫猫一个是他如果住 他跟我住在一起 然后平常他就会一直陪着我 因为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 跟猫猫一直都在一起了 所以可能你让我忽然转换这个状态 还不太习惯 懂了 这样 其实呢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刚才张青和陈瑞峰 已经给大家做了解答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 就是我们看一看你们现在的默契程度 我们出问题你们写题吧 来 感觉这个 谢谢 来 来 除了今天录制 你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要说出来哪天的几点 合作了什么 好 写完了 来 同时量三二一 昨晚凌晨 在我酒店和 TCC TCC 叫我工作的团队 所以你写的三点是半夜那个三点 凌晨 那对的 你们都不睡觉的 不睡 他们不睡 你忘了周扬青自己在节目里面 就曾经说过 对 半夜骑单车 半夜骑单车 玩完了那个旧本沙之后非要骑单车 那是早上了 对 然后第二天那个谁 给陈瑞峰顶着个大黑眼圈 哈哈哈哈 周扬青毫发无损 哈哈哈哈 我是那种精神抖擞的那种 就感觉睡了一圈 但其实都没怎么睡 是这样就是 因为他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就是很想就是跟他单独的聊 一些就是很多的想法和交流 就是想更深入的了解对方 然后呢 结果就可能我这个有的时候嘴意也挺 话也挺多的 他就在那 很困 还陪我说话 我觉得他还真挺不容易的 没有但是我也愿意跟你聊啊 然后就有时候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说 今天明天我早上九点钟我工作 我今天晚上三点钟必须要睡觉 他说好的那我们就聊一会儿 一聊聊到五点钟 我说天哪吹风 对 对 对 你俩是到了半夜互相耗是吧 天哪吹风刚指责过说 对 张晴带着他玩 玩完之后早上起来要去骑车 然后你一宿一宿陪人家聊 聊得那块都困得成那样了 还得聊 差不多 其实这种状态是很好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 就是说不完的话 对 也好好地享受这个阶段 太好了 下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线下联系中 谁先主动 太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刚看完上一集说 上一集还说他被动 现在就变成他主动了 不不不不 他现在可主动了 好 分别写下 你觉得为对方做过的最浪漫的事 和对方为你做过的最让你感动的事 这个写这么多呀 这是一件事啊 来我们先来看周阳晴写的 那个第一个是蒙蒙为疯子做的感动的事 是为了陪他缩粉 改飞机票回来 但被割了 被割了是啥意思 就是放鸽子 好 我来先说一下第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在抉择日的前一天 疯子就很不开心 不是有讲述说 我们两个人生活喜欢 根本就不一样 比如说你都喜欢吃那些美式的东西 但是我喜欢这是缩粉 然后我就当时记下了 什么是缩粉 缩粉就是吃米粉 然后有那种什么汤粉什么的 就像长沙人 米线呀什么的 米粉 湖南米粉 什么米线呀什么麻辣烫那些东西 不是麻辣烫 就是米粉 不重要跑题了 回家 回家 好好好 回家 孟子艺你真是回家自己去查 什么叫缩粉 我得错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 然后我就刚好是 本来其实我比如说我应该是今天 我应该是第二天回去的 然后但是我就是零食 我已经就是工作上面的机票什么都订好了 然后我就特地让人把机票都改了 全部都改掉 我就想那天前提前一天回来 能够陪他去缩粉 我想要跟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 嗯 然后结果到第二天 然后我回来了以后 然后他下午的时候跟我说说 嗯我跟我朋友预约了那个密室 他们把时间临时改了什么的 然后就把我给割了 但是我自自我认为 我觉得这是我跟他做的还蛮感动的 事情 嗯 嗯 然后疯子给萌萌做的感动的事 是送了萌萌一个一片星空 在他的生日 来看看陈瑞峰写的 我为他准备生日礼物 就是那个 对然后正对应着萌萌这个一片星空 星空是怎么回事啊 星空是这样就是因为一件事吧 然后我知道他特别喜欢星空 然后包括我们在有一次玩剧本沙的时候 他是从来不会哭的人 但是玩那次剧本沙的时候 忽然提到星空 他忽然眼眶就湿润了 我就知道了 这个对他特别特别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后面我就在想要怎么办 我本来想的是抓萤火虫 因为萤火虫散落了不就是星星吗 但是他太怕虫子 他不怕恐怖 他不怕恐怖便当他特别怕虫子 所以我想这个不行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最像星空的这样的一个投影 我想说以后你能够 每天都看着星空入水 就刚好那个时候是 我们两个认识一个多月的时候 是我的生日 然后呢 他其实本来有亲手就是为我画一幅画 这是你 这是你画的吗 这么甜的吧 但是有辅助的 你看 你有看到吗 那家 没有 谢谢 谢谢 我喜欢 然后我已经很感动了 但是后来他来我们家的时候 他说我还有一个礼物给你 然后呢 他让我闭眼 然后带我出去 然后我的房间全部都关上灯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 我的整个天花板是一整片星空 我们要玩电视了 这什么 我又想哭了 又想哭了 那你哭吧 大哭一小就一样 不要 我真的感觉我好像躲在那种后外 对 而且现在那种春 你快看 我看了 我看了 赶快许愿 快许愿 我们许愿 看 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整个鸡皮疙瘩 全都起来 因为星空对我来说 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 我是有情感在里面的 所以我当时看到之后 我就说天哪 就是我生日收到了这么多礼物 这个礼物是第一名 真的没有可比性 因为她是在用心准备 用心去想的 我现在就是每天晚上 我都会把那个星空打开 然后睡觉 很浪漫 太浪漫了 听着这些故事还是 确实是好听 李莎你听听就行了 不用学好不好 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自己的浪漫的方式 所以最后 请回答现实问题 按照百分比计算 你们俩觉得 彼此成为情侣的可能性 有多大 这么现实 我天 好期待这个 来 我的天哪 她干东西 妈 就得这么干 陈瑞峰 她就是一直很有自信 她我一定能跟她 我可爱这份自信 是 然后我问过她 我说你哪来的自信 然后她说 我就是觉得你会跟我在一起 就是 有的时候我的表达都 也没有那么直接了 只是我再尽力地去 直接地想表达 但是我还是想说 你是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女孩 天哪 磕到了 磕到了 是吗 磕死了 害羞了 我觉得是真的 就是首先 我觉得一个男生的自信 非常有魅力 来自于她自己的心 她知道 就是我只要真诚地去喜欢你 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真心 你会和我在一起 这是来自于这个自信 不是别的 但萌萌她是一个很谨慎的 只要是多于50% 就已经有很大的可能 对不对 张青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 很多人对你的印象 觉得你就是一个 大大咧咧的一个潇洒姐 但是通过节目看到了 张青也有变化 陈瑞峰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刚开始简单地玩 后来发现他们 让沟通变得特别有效 有任何问题 不藏着掖着 所以通过彼此的了解 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地享受 两个人在一起的 每一个阶段 好不好 都可以去享受 祝福二位 谢谢 瑞峰你觉得你的收获人 更会想要去表达 自己的喜欢和情感 因为我第一次做抉择的时候 其实就中间就很担心 然后就很焦虑 但第二次的时候 我就等到最后 就我知道我喜欢她 我又去做这些 我去享受这个过程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妈今天心疼你哭了呢 谢谢 阿姨不用心疼我 最后就是看到他们 都挺这么圆满的 祝他们幸福吧 谢谢阿姨 祝福瑞峰啊 这个很帅啊 很高大帅气 我们对你想都挺好 那么呢 我们从节目中也看到了 你对爱情呢 勇敢地迈去了一步 实际上刚开始 你是有点思想保护的 所以希望你将来勇敢地 抛弃一些 犯的犯事的一些 包括勇敢的前进 最后把你心爱的人追到手 谢谢叔 谢谢叔 叔叔特别好 其实我对疯子 是有一些话想说的 我是觉得就是 最好的作品是需要 时间去耐心打磨的 那其实最好的人也是需要时间 去耐心等待的 所以我觉得时间都会证明一切 多给你们俩一些时间 然后祝你好运加油 谢谢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